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佛陀就默然不说话的意思就答应了 世尊默然就是答应这个供养的请求 然后后来呢这个近居天因为他是天人嘛 一定是有神通嘛 他就准备好了这些很殊胜的温暖的房间啊 温暖的水啊 还有蔬油啊香草啊 还有各种殊胜美妙的食物啊饮食啊 准备好了之后呢就特别请佛陀跟佛陀的僧团来接受供养 那佛陀跟佛陀的僧团的法师呢也就真的很认真的接受了他的供养 在这个温暖的房间当中用温水 好香汤洗浴 洗浴完了之后再受用他准备的非常干美的饮食啊 因为他准备都是天上的天厨妙味啊 那不是人间所有的啊 非常的殊胜这样 那那个时候呢 阿难观察到一个现象 他就请问佛陀 常规合掌请问佛陀说 哇 这个天人发现他的形体特别的舒妙 特别的有威德 而且光明晃耀 好像七宝的大金山一样啊 就是特别的庄严特别的光明 这个天人过去生做了什么善业啊 才会形象这么庄严这么光明呢 然后佛陀就跟阿难讲 说地听地听 我会为你好好的解说 说在过去呢 皮婆施佛 皮婆施佛就是从释迦牟尼佛往前算 往前算七尊佛 平常我们说七佛七佛 皮婆施佛是第一尊 释迦牟尼佛是第七尊 那皮婆施佛的时代呢 这个天人在那个时候还不是一个天人啊 他是一个很贫穷的人间的人 一个穷人 然后他那个时候呢 听到了 皮婆施佛说 这个 供养出家人喜悦的功德 供养出家人喜悦的功德啊 他听到非常高兴 因为他很穷的关系 他平常都是帮人家这个做工 换一点点钱啊 他就很努力的做工 其实他得到的钱也很少少 很少的一点点啊 但他就是听到这个供养出家人喜悦的功德啊 就是他就赚了少少一点钱嘛 他就准备了这个干净的水啊 喜悦的盖洗的用具啊 还有一些饮食啊 就很虔诚的供养给皮婆施佛 还有皮婆施佛的这个生团啊 那因为他这样子的福报的关系呢 他那一生命中之后 他就升到了守陀会天啊 就成为现在这个天人啊 而且呢 就是刚刚讲的威德谎耀 光明具足啊 他的相貌非常的庄严 好 那佛陀还跟安娜讲啊 不但这个天人啊 在那个时候 这个供养了这个皮婆施佛 跟他的生团 后面的施器佛的时候呢 他也来到人间 供养施器佛跟他的生团 一直到我前面一尊 加瑟佛的时候呢 也都是这样供养 然后到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呢 他也是这样供养 换句话讲 过去七佛这个守陀会的天人 都供养了 而且不止如此 佛德说 未来贤劫当中的这一千尊佛呢 每一尊佛跟每一尊佛的生团 他都很认真的供养 供养他们这个喜悦 跟饮食 就跟今日一样 没有任何差别 讲完了之后 佛德还进一步 给这个天人授记 说呢 你将来过了一百阿生期节呢 你可以成佛 你的佛号叫做静身 清净的静 身体的身 十号具足 佛德的十种尊称你都有 而且呢 你度化的众生会不可限量 然后那时候阿难 跟所有的生团的法师 还有所有的世众弟子听到 都觉得 哇 不可思议 他仅靠着 欲佛的功德 就得到了佛陀 将来可以成佛的授记 他们就非常的赞叹 说 世尊如来出世 所产生的利益 这么大 他做了这么少少的布施 可是可以得到 这么殊胜的果报 就是可以成佛 然后佛德就跟阿难讲 善哉善哉 如如所言 一直就说 你讲的没错啊 你讲的没错 真的就是这样 佛陀出世 可以带来大利益 你对佛陀做的一点点 小小的布施供养 你将来可以得到 成佛的果报 所以 与会大众呢 听到了佛陀 这样子说法 非常非常的高兴 有正出果 二果 三果 四果 也有直接就发 无上不离心的 就非常的欢喜 顶待奉行 这就是很殊胜的 这个欲佛功德 你们听到这个 守陀会的天人 贤结千佛 他每一尊佛都欲 每一尊佛的出家 出家人的身段 他也都供养喜悦跟饮食 羡慕不羡慕啊 要不要发现跟他一样啊 好 而且他这样供完贤结千佛之后 佛德说他一百阿生奇节之后 就可以确定他可以做佛 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 羡慕不羡慕他这样 是不是很想跟他一样呢 当然可以啊 因为最近就是欲佛节嘛 可以很认真的发愿 其实师父跟老师都非常喜欢欲佛 都非常喜欢欲佛 我也亲自看过老师欲佛 非常的欢喜 非常的虔诚 有一次连续看老师欲佛 欲好久 老师就一直欲 一直欲 准备了香汤这样子 这个 一直欲佛 欲好久 非常的欢喜 后来是因为体力的关系 要不然我看还会继续一直欲佛下去 就是因为知道那个欲佛的功德很殊胜 所以大家可以就像这个天人一样这样发愿 希望贤结千佛的每一尊佛都不空过 我们都能够欲佛 都能够供养佛跟佛的身团 而且更进一步呢 因为我们已经遇到了圆满传承的教法了 所以我们特别可以希求回向说 生生世世都能够遇到这样圆满传承的善知识 跟圆满传承的教法 然后呢 为力众生数集成佛 希望不要像他一样 等到一百阿僧集结以后才成佛 希望这一生就可以成佛 而且呢 不但是发愿要欲 贤结千佛 乃至于可以横实供养 法界所有的传承组织 所有的传承上师 所有的上师本尊三宝空情护法 我们都做喜悦跟饮食的供养 全部尽奉尽欲 这不是很殊胜吗 乃至于说还可以进一步希求 能够得到殊胜的 欲佛的教授 好 快速累积之良的欲佛的教授 然后欲佛的时候 我们都会送一个 这个欲佛祭嘛 会不会被 我经灌木诸如来 静置庄严功德海 五着众生离成垢 同正如来 静法生 那其实呢 以前老师跟师父呢 都有教导过我们 你在欲佛的时候 你就原念这个欲佛祭 直接随文做官 这样的去用心 你这个欲佛的动机意乐 就会非常的殊胜 所以把这个寄送背下来 然后 按照这个寄送去用心 其实以前师父也是这样教的 师父教大家欲佛祭 也教大家原念这个欲佛祭 然后 我亲自看到老师欲佛的时候 老师也是 一边欲 然后一边就一直唱的这个欲佛祭 非常的欢喜 我经灌木诸如来 静置庄严功德海 五着众生离成垢 同正如来 静法生 好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进行到这边 谢谢大家 一起做回向 请跟着老师一起做回向 愿此殊胜功德 回向法界友情 净除一切罪障 共成无上菩提 好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